日本和南韓的高級官員將會在下星期在東京會面 目前理智北韓的威脅正在盛合 雖然美國重申他們對他盟友的鋼鐵般承諾 但美國國務院拒絕透露華盛頓是否會考慮重申 在朝鮮半島部署戰術核武器 以及南韓政府是否提出這樣的要求 美國國務院表示 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將會在下星期 在東京參加和日本副外相、辛武雄 以及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趙嚴東的三方會談 謝爾曼這次會談將會涵蓋一系列的地區安全議題 包括北韓的導彈發射以及台灣的議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表示 中國決心大大加快將台灣置於他們控制之下的暴發 可能會使用無力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星期四 在電話簡報會上表示 台灣是謝爾曼計劃在東京和盟友討論的地區安全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且表示 我們是期待著兩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決 這位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 隨著北韓加快導彈的發射 美國對南韓以及日本的防衛仍有著鋼鐵般的承諾